制作鸡毛膽子 以往也是相当热门的行业 随着时代变迁日渐是为 但仍有数家坚持此项传统工业的厂家 仍继续生产高品质鸡毛膽子 并外销至世界各国 彰化这一位老师傅陈中璐 从国中毕业就开始和父亲 学习制作鸡毛膽子 纯手工制作 至今已经将近60年了 这些年来因为农村人力流失 年轻人都往城市发展 下一代愿意传承鸡毛膽子 制作技术意愿相当低 现在只剩三间仍勉强维持 陈中璐坚持要将机器 无法制作的鸡毛膽子 透过手工制作 让全城一甲子的技法 受到更多人喜爱